福宝隔离结束后居然要进行半野化 寄与相关话题被炒得火热 导致很多人以为福宝将要被扔在野外 但其实半野化只是模拟大自然环境 饲养员不做过多干预 让福珠珠更加随心所欲的生活 至于半野化后的福宝是否幸福 同为海龟顶流的小奇迹就是最好证明 小奇迹独自一熊就拥有一大块场地 虽然看起来没有太多的玩具 但这是基地在刻意模拟大熊猫野外生存环境 目的就是要宰宰置身于大自然中 宝贝的院子最近还进行装修 不仅新种上好几颗大树工小家伙攀爬 还安装上珍珍在同款的巷银端 小奇迹日后也能爬上高处睡着觉晒太阳了 难怪这小子看到新家会这么得瑟 就连巡视场地的时候小屁股还一扭一扭呢 然而半野化可不是去野培 只是在生活环境上更适合大熊猫的习习 小奇迹同样会有饲养人的陪伴 因为小家伙的性格开朗还很亲人 王奶爸就经常陪孩子聊天 小奇迹出门上班时他也在不远处守护着 看到对方找不到美食的位置